NBA这边火箭队今天早晨又打了一场西前赛 对手是全体补出战的热火队 整场比赛火箭队的主项杰伦格林和小波特发挥的都不错 但是这支火箭队给我们展现的却是一盘散伤 火箭队整体战术应该说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体系 这场比赛火箭队在开局领先17分的情况下被低手逆转 全场比赛火箭队竟然出现了25次失误 其中第二节一节就出现了十次失误 目前火箭队两年的时间已经选了起名首人秀 但是一个球星的成长必须通过比赛和赢球的感觉去加以培养 如果这样一味的摆乱的话 也可能这些首人秀就像在输球的节奏当中 让他们找不到比赛的感觉 以我来看火箭队的菜脚球员不可怕 而火箭队的菜脚教练赛拉斯倒是很可怕的 我建议火箭队从今天开始应该逐渐在不同的场次最早赢球的感觉 因为它这样摆乱延缓了他们成长的速度 现在的火箭队大家看到了 整个比赛没有一套战术核心 没有个战术打法 比如火箭队重点打造的杰伦格林 所表现出最大的潜力 一个是远投 第二个就是他的突破能力 球不在他手里 他突破一步就过的本领 怎么能发挥呢 所以这些都的火箭在后续研究整个战术打法 以及对球星设计战术当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火箭的球迷 如果您觉得老他说的有道理 请您点点赞 帮助转发 我们一起关注火箭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